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Jero,今天我有一个很大的许银开箱 我这一次是首次在许银的那个APP购买他们的东西 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是第一次的话,你可以跟我一样感同身受 就看到那个衣服的质量全部的之类是怎样的 然后我这次真的是拍的超多东西,我觉得差不多有30样吧 就你可能会在想,如果我第一次拍,我干嘛这么大胆去买这么多吧 就其实本身我也是有看到有些人review过,然后他们讲也是不错可以try 所以我自己就压下定觉醒,想要试看这样子的意思啦 然后其实我这个包裹很快就收到了,就 within一个礼拜 就我其实是上个半五买的,就下单的 然后我今天就今天是星期四的,我就已经收到了 就我真的很surprise,就我本来以为,因为它的那个estimated time 因为它讲是下个礼拜,所以我就真是很surprise 就它今天包裹到我家门口的时候了 就我可以提早录着跟你们一起分享 然后就呀,希望你们会进行观看了,我喜欢这次的开箱吧 OK,我这里的第一件是这样子的,也是褐色的,就我前几套有买,几件都是褐色的啦 就我现在穿着,就是这个颜色很好看 OK,我第一件它是这样子的,它就是一个背心这样子 就它真是很小见很crop的那种啦 所以你看它就是这样子的这种背心 就我超喜欢它这种版型啊,前面有这种outstitch这样子的东西 我就觉得真是很好看很特别 就它没有什么东西,就只是一个很短的一个crop这样子 就它跟图片我觉得也是蛮符合的,然后后面就是这样子的 就它没有可以协调的那个雕带,但是它是这样子的 就它下面就是这种弯形的,然后后面就是比较短的那种 就我觉得真的是应该会蛮好看的吧,穿起来的话 就真的是蛮有弹性的,就可以拉的 就我真的是超喜欢它前面这种stitch的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opera我觉得这颜色真是蛮好看,如果你喜欢的话 真的是别犹豫 然后接下来的第二件呢 我也是有一件褐色的 然后这一件是一件裙子 Yup,是一件裙子 是一个这样子推拉车的裙子 这个弹箱还有一个黑色跟白色,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把我想用一个也是褐色的啦 然后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样子的裙子很像是高摇的 然后就你可以很容易搭配啊,就是你要比较那种simple的outstitch来做什么 就真的是很容易搭来 就没有什么东西吧,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裙子 然后就也是蛮有弹性的 ok然后接下来又是有一个褐色的,我觉得这套应该是蛮interesting的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是一件上衣 真的跟图片差不多,它就是这样子 哇,这套真是超级裤 我真的很少有这样子很特别的 pattern的这种上衣 因为我其实发现SHIN有很多这种很很可爱 就很不同的这种上衣 然后它的价格呢,有些真是很合格,很符合 就如果有sale的那些啦 然后你看它就是这样子 我超喜欢这种版型 就真是很不一样,就很独特 然后它的布料也超舒服,很薄 就我刚刚给我穿着,这个也是很薄,我很喜欢 然后它就是这样子的,它的后面 然后这个也不会过于的短 就刚刚好折着你的那个肚脐这样子 然后它也是短袖的,然后它就是这样子的 这件质量太好了,超舒服的 我真的是很喜欢它的 pattern 就真的是觉得很interesting 你可以配那种比较好看的裤子啦 我就让你随便搭一个裤子吧 因为我觉得这套是很不错的,就它这件衣服我真的很喜欢 ok,接下来我们又有一件上衣 这个我没有记错吧,就是蛮鲜的那一件 就真的是很特别的这一件衣服 就satin material的那一种,它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刮拨的这样子,然后它这种material就是satin的 然后后面是可以拉的 就有塑胶的那种 就是那看起来蛮松蛮大件的啦 而且我没有记错啊,这个很像是S size 希望它会fit吧 可是我真的超喜欢的颜色,就刮拨很滑很特别 不要很滑,颜色也很漂亮 还有很多bom的颜色 然后它这个是可以拆出来的 bom你看到没 可以拆出来它的这个链柔,就一件这样子的哦 就一个我觉得是很有气质感的那一种吧 所以上一看起来质量是蛮不错啦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ok啦,只是它会有一点松 就在后面会有一点松 but我觉得overall我喜欢它颜色跟它的布料全部也是ok的 然后接下来呢 的这件是这样子的哦 这一个是 嗯 我真是忘记了,哦,这个是一条长裙 哇,它布料好舒服哦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前面 长裙啊,前面是有这种slit在旁边它的开叉肉啊 这里是有那种ruch你可以singe in的 哇,很有弹性 就是说我觉得这种simple裙子 你搭配什么上衣都都很容易打 然后就 我本身没有一件这样子的吧 所以就买了这件下来之后,就真是没有后悔 就它的质量超好 就希望上身会符合啦 然后就呀,很喜欢这件 ok,下一件又适合色的 就我下,等下两件都是合色我就跟你讲过 就是买超多合色的东西 然后这件是 哦,这件也是一个crop的上衣 它也是它就是这样子的 就超喜欢这种很独特的版型啊 又是有这种outstage这样子的 布料也是蛮足乎也蛮有弹性的 就很薄的一件 就在马来西亚船市超适合啦 就这种包包的,然后你有时候就要 嗯,就你要偏像那种比较独特的上衣 我觉得shin真的是有很多这种这样子的不同的款式 然后就呀,蛮不错吧 我觉得这件就它的这种不同的颜色这样搭配起来 然后就真是很surprise它 其实也会蛮好看的 就这样,我觉得这个蛮不错的 然后接下来也是一件褐色的 这一件是哪一件 呃,what?我几次买这件 我忘记了,but anyways它是一件这样子的 是一个玩手的,它就一边露出来的 它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穿的 就蛮不错吧,质量 就哇,这些褐色的就蛮不错 可是它看起来有点大件 虽然我买的这件是XF,但是它是这样子的 就它这个蛤色会偏像那种比较 嗯,不一样的褐色啦 就你看之前的褐色,是这样子的褐色 然后它这个褐色是这样子的,就会比较 brown的那一种 嘛,anyway它是这样子的,后面跟它前面 也蛮有弹性的,这个也是蛮长的吧 就会折着你的那个肚脊 不会很crop还是什么 不错哦,这件就它不会太短哦 你要塞褐子什么就perfect 有时如果你要穿那种高腰的裤啊 还是裙啊什么就 呀,然后它这件我觉得它很而生哦,就刚好 然后它颜色也超好看 就我真是超喜欢的 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件呢 也是褐色的,就是这个是比较像那一种 嗯,algal chop的,就很韩国粉那一种 然后它这件呢,也是很可爱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哇,它就是这样子的 超好看哦 我这件也是买S啦,然后你其实可以拿来 当个layering啦 然后就,里面穿一件长袖啊 就什么,就当 穿一个内搭在里面这样子啦 或者你要单穿这样子也ok的 然后它这个不会很短,就折着你肚脊 就它前面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是它的后面 就我这种布料我不懂吧 这个布料是叫什么 它又不像是棉又不像是polyester 这样子把它还蛮舒服的 也是薄薄的那一种 然后我超喜欢它的这种图案 这个是很好看的,我觉得 就这个是没有后悔买这个 你看瘦发我都已经买了这么多褐色了 就它们这种颜色是太aesthetic了吧 就很好看的 也不知道搞什么 最近都是爱上褐色 然后下一件我有一个biker short 这个是很像那种五分裤这样子的 然后我就是看到那个模特图子 是超喜欢它这种版型的 我觉得它很unique 然后我就买下来咯 拍的这件是access的 然后它是这样子的 就你看,太酷了吧 这种pattern 然后就你要去浴脚 你要穿一个oversize很宽松的一个T-shirt 然后搭配这种这样子的五分裤 我觉得也是蛮不错啦 然后你看,它就是这样子有塑胶的啦 突然是这样子 就真是很酷吧 然后就 你看,没有什么好说说 它质量也蛮不错 蛮舒服的 然后我觉得这应该会fit吧 因为它有弹性的 然后我就 你看,真是很期待 弹上来真的会 什么样 就真的是 但是没有看过有这样子 这么独特的款式的 vigration 然后接下来呢 有 嗯 一件T-shirt 它是 那种 有graphic的吧 就我没有记错的话 然后它这件是 这样子的 就宽松的 T-shirt 就我真是很喜欢这种 Vintage 的T-shirt 就买了下来 我就看到它这颜色 也是我蛮喜欢 就是这种 神灰色这样子啦 然后它就是这样子的 大家见了一件 就真的是 我觉得会很舒服 如果你要再加穿 还是去 以后你要去大学穿 还是什么 然后前面的这种 印呢 它是印上去的 感觉那 quality 不懂 会不会又容易掉 but it's ok 我觉得它还是很舒服 也很好看 就我很喜欢它的颜色 就有那种 很vintage 的feel 然后就 你看超喜欢这件 OK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一件 它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黑白格子的 我觉得这是 比较formal的那一件吧 然后 它 虽然是formal 可是我觉得它还是很可爱 然后就我很喜欢 这种款式的商品 最近我也不知道什么 为什么 就很像那种 baby doll top 这样子的 然后它的布料 那种 就我不知道这种布料叫什么 就抹起来很像是那种 一粒一粒这样子的布料 You know what Just ignore me 它是这样子的 前面有个v-neck 这样子的 然后它 呃 没有zip还是什么 它就是这样子的 后面 就我很喜欢它这种sleeve 就这种小小的 然后它就 下面这样子会有点flash出去的 这样子 就有时候你知道 你要比较formal的 然后就搭配那种 短裤啊 或者是jeans啊 这样子什么 我觉得这种真的会 蛮不错的吧 就我希望它擦起来不会太大件啦 就 那 hopefully this will fit while we make ok 接下来我们又有一件 很fun的denim short 然后它这个颜色你看 真的是超可爱 就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 这样子的款式的 这种颜色的短裤 就真是超美吧 这种黄色的 我就希望它会fit吧 看起来蛮大 现在我买的这件是XS的 然后我就真的是 因为看到它蒙头穿起来 真的很脑快 我超喜欢这种 颜色搭配起来 就真的是很特别 然后它后面是这样子 就它真的是很像那种 normal的denim short 这样子的啦 前面有很多这种 嗯 一丝一丝的东西 我就放进一点给看 就真的是很漂亮 我喜欢这颜色 然后它质量 感觉上是蛮不错的啦 它这不只有点松啊 我就随便吸一个腰带先 扶着它吧 你可以不用放 它这会更好看吧 我很喜欢它的这个扳心 真的是很漂亮 然后接下来呢 等于这个件是 嗯 嗯 OK 最近也是一个五分裤 BikerShot 可是它这个是比较simple的那一种 我拍的之前也是XS 就是很有弹性的那种 就我自己买 这个是因为 另外一个是有 比较有unique图案的啦 就刚刚 这一件 可是我自己本身也好 一个比较simple的这样子 然后我就拍了 接下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吧 就只是一件这样子 就超有弹性的Polyster 那种material 然后就很滑很舒服这样子 就你要做瑜伽啊 你要work out啊 还是什么 就真是很适合 很穿线 OK 接下来 我们有一件fun color 它这个是扎软的 就太带系列那一种 然后它这个上衣 我则是 这件我好像最后一件夹进去了 然后我就觉得它则是很可爱 就想了很久到底要不要买 然后我现在觉得看起来 真是没有后悔吧 就真的很独特 就它这一脖子 真的是很浪啦 然后它前面就是有这种可以给你自己绑的绳子 就前面可以打一个蝴蝶结在这边 然后它的颜色就是很特别 就这样子穿 然后它就 嗯 不会太短吧 就刚刚有折着我肚脐 也是短袖的 然后就是它的后面 它布料是poly色的那种 我就折着很喜欢它这种颜色搭配一下 就折着很独特的这种top 就这种颜色跟这种扎软的衣服 只是remind我 嗯 之前去参加那种 去attent那种festival啊 什么就是 我们到底是 几次才能够出去呢 这是很想念可以玩的日子 它就是这样子的 就我觉得蛮不错吧 ok 接下来这件呢 它也是一个vintage 这样子的风格 就我买这件是因为它 喜欢它的这种颜色跟它的风格 就是很独特的 是这样子的 就一件很宽松的 它这种 我很难秀你了吧 它是这样子穿的 就它一边是 可以看到你的这个肩膀 这里是这样子的风格 它这种布料 就上面的那cutting有点奇怪 因为你看 它这样子的cutting就你 我觉得你洗久了 过后它会松嘛 就很松很 很 很软的material这样子 它前面是这样子的 就我很喜欢这种 pattern跟它颜色 什么 然后它这个也是crop这样子 我就一个很宽松的 然后它这个旁边这些 也是看起来蛮大 就我觉得希望它 不会看到太多啊 不会录太多吧 不然它就是这样子的 就很宽松 然后就一件这样子的crop 的一件短修上衣吧 然后它这种布料是很像那种 嗯 我不知道啊 就有一点像 比较奇怪的棉吧 就它的布料 抹起来哇 前面的就是这样子 也是硬上去那种 ok 接下来的上衣 我有一件白色的 然后它这件呢 是这样子的 嗯 what 哦 sorry不是上衣 它是裙子 就一件很漂亮很鲜的 这样子的裙子的短裙 它的这种布料是很像那种 嗯 crochet 就那种 嗯 很像那种bohol的那种feel 然后它旁边是有拉链的 就有拉链可以拉出来的 旁边这边 然后里面的布料是滑滑的那种 然后我拍这件是access 然后就希望它会fit 就我 它这件则是剩下最后一件 它是on sale 我就快去买一下 就很喜欢它这种风格 这样它不会太大件了 然后下面就是这种 这样flare出去的 就我没有这样子的裙子 就觉得 um worth to try and then see 它真的是会不会fit 哦 然后就 呀就一件这样子的裙子 我的天 它没有很松哦 就一点点还好啦 我就 真是很漂亮 还好它是高腰 就我真的蛮喜欢的 就还好 很庆幸它适合我的腰围 就呀 ok然后接下来 是一件上衣 这个上衣的颜色是那一种 酒红色 这样子的 我们在抹起它 这个布料很舒服 超舒服 然后我买下这个的原因 是因为它款式很可爱 就比较像那种 很elegant 然后就 make you feel like you're very put together 然后就 我很喜欢它这个布料 就很舒服 然后它的这种 sleeve很像flare出去的 就是它袖子 然后它是V-link的那种 然后你如果觉得太度 可以穿一个那一袋 在里面的 然后它下面是这样子的 不要出去的 就我真的很喜欢这样子的套 然后它后面就是这样子 所以接下来 有一条家里的短裤 它就是一条这样子的回式短裤 就我买这件 真的是纯粹想要加的一条 就我可以在家里穿短裤啦 然后它就是一个很简单 和一色的有塑胶的短裤 然后它的长度也不会太短 然后就总是看起来很宽松很舒服 然后它没有口袋 然后就要一件薄薄的短裤 就真的是很好看吧 所以我就要 希望常常也会好 就会适合我的身材吧 OK 接下来我有一件白色的 然后它这件 我负贴的是哪一件的 but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它这件是那个白色的blazer那种 就一件crop的blazer 就真的是很casual 但你又可以很formal的那种 我就买这个程序 就是因为喜欢的cutting 就我没有一件这样子的 所以就买了这件下来 然后它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它的后面 然后它布料是那种polly 色这样子的material 就蛮舒服的吧 穿起来 就我觉得你可以搭配很多不同的衣服在里面 就如果你要一种比较formal but casual的look也可以 然后就觉得它这种这样子的衣服蛮不错的 我就喜欢了 我就拍了下来咯 OK 然后下来这件是这样子的 它也是一件白色的 就这个是比较formal的那种上衣吧 就我买唇这件是因为 嗯 就我自己的那一件 就想要更新一下 然后我就拍了这件 就看起来蛮不错的 就你可以拿来当layering 或者是你要穿 啊 就只是这样子爱穿啊 也是ok的 就它布料只是蛮舒服的 蛮不错 然后也不会很透 然后前面是有灵滋跟它牛扣这样子的 然后这是它的后面 就一件很宽众很大件这样子的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 没有后悔吧 就它的质量蛮不错 蛮喜欢 很舒服哦 我没有扣完呢 懒多吧 它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这样子也可以 呀 就没有后悔买这件啊 衣服 就真的很舒服哦 你要当那一代也可以 或者是你要穿一个blazer这样 ok然后下来我一件这样子黑色的哦 它这个没有记错的 那一种外套这样子 它这个material也是摸起来蛮舒服的 然后也不会很厚那一种啦 就我觉得你这样子露下去 应该是ok的 然后它就是这样子 就很宽松的那一种 就我觉得真是很特别吧 这种cutting 看它上面是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子露上去 就真的是很舒服那一种 它的steel质 前面是这样子 就它这种布料很通风的那一种 不懂你看得清楚没有吧 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它的后面 现在就我蛮喜欢这件吧 就觉得它质量真是很不错的 就很舒服 就是要它舒服 就有时候要这种cutting 就很舒服很难找分的 可以接下来我一件这样子青色的裙子 就我觉得它这个青色真的是很unique 然后我就真的是没有过这样子裙子去try哦 然后它这件是这样子的 它前面就是有这种这样子的塑胶 然后它旁边是有这种这样子 就是lush的超漂亮的颜色 又很滑沙电 material那种 旁边有一个slit开叉 我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这样子的裙子 就真的很期待试吧 我没有买过这样子的裙子 就真的是看到很多人review的很好 所以我就拍下了这件 然后我就觉得它这个颜色 青色真的是 我真的是没有试过这样子的青色 就是我穿起来不好看 but hopefully it will work and it will fit nice but yeah它的material很舒服哦 就只这样什么我也觉得很好 就就是蛮不错 我很喜欢它这种的版型啊 milly 超好看哦 超喜欢这个裙子 我喜欢它很舒服哦 又很符哦 我的绳子 我就要一直在这边 就是超好看 超喜欢 ok 接下来我一条这样子的 就是这个青色的鸽子铺 就我这个也是纯粹看 那摩特罩的时候是很特别的 我就想要try 就 你觉得是需要勇气 有时候你买这些衣服 你知道没有 然后过它 你看它就是这样子的 就很轻很轻的这种仓库 它这种会给你很 有那种90s feel 我觉得 2000 feel sorry 2000 feel but yeah我拍的这件是access 所以它的布料 ok啦 就凉凉的那种 然后也是有塑胶的 然后它没有口袋 然后就纯粹是一个这样子的 shake cut pants 然后就它的布料是这样子的 yeah 就我觉得这个你搭配那种很可爱的 那种crop的衣服 会很好看嘛 就现在看起来就是 蛮不错的啦 就hopefully will look nice 然后就 yeah 哇 这个超级轻耶 我就是希望 它不会穿起来奇怪 是什么 but I'm having a positive feeling right now so hopefully it will fit nice ok 接下来我有一件裙子 其实它也是这样子的 青色的格子 然后这个 我觉得它是那个puffy sleeve的连衣裙 就我总是看到它摩托穿起来超可爱的 我就自己想要拍一件 然后它现在是看起来是这样子啦 就有这种泡泡 seal 然后它前面就是这样子 它后面很乱 因为它后面可以给你绑的 就我等下穿起来你才会看得出吧 它后面再看起来是这样子 就可以绑的那种 然后它下面就是这样子 就我超喜欢它这个浅青色 然后它旁边自己是有这种 会有洞的 等下如果你在后面绑起来 就它名利它的pattern 全部在后面啦 就比较fun的一点的detail 把它前面是这样子的 就这样子的 颜色 就超漂亮 我觉得这件 然后就是一件很可爱的点 我觉得就蛮interesting的 就这样才会work吧 就我觉得如果你去那种picklink啊 还是什么 就超值得穿这种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一个也是青色的 这样子了 然后一件 这一件是 一件裙 裙 它是一件裙 然后它是连着的 然后它上半身是这样子 哇 这个也是超轻 然后它前面是有这种 这样子的 这个东西 connect 然后它下半身的裙 就是这样子的 也是有rouge的旁边 在这边 呀 就是一件这样子的 演衣裙 然后我觉得它material很舒服 滑滑冷冷的那一种 就是这样子 然后后面 它半身的后面 跟它后面这样子 就它是会露你的腰的那一边 就你的后面的腰 就我现在很难拿起来 因为它分成两半这样子 我觉得它的cutting 很 interesting 我就想要try了 又是一个青色的 然后最后一件的裙子呢 它是这样子的 就你看这颜色 哇 so extra man 它这个也是脸衣裙 但它是有cut out detail这样子的 它上半身是这样子的 等一下 这样子的 然后它就是可以connect 下面这样子 它下半身就有lush的那一种 然后也是可以给你自己协调的旁边 然后这里旁边也是可以 然后它这种布料也是蛮舒服的 就它这颜色 哇 so orange you will definitely stand out in this dress i swear to god i swear to god like it's so out there 然后我就自己本身是没有过这样子的颜色的衣服 我就想要try啊 到底穿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啦 就这种是算是比较extra的那种裙子 对我来说 but yeah overall它是很舒服的 然后它material也是蛮有弹性的 然后我就有一件很extra的颜色的衣服 so yeah that's all for 我的这些衣服 然后我还有买了三个accessory ok ok所以这三个accessory 我有买了两个neckless 这样子 我先给你看这个 就它这个是很像那种 ok它是这样子的 它是这种 silver color的choker necklace 这样子 前面是有一个星星的 就你这样的带着 我觉得很好看啦 然后就 那我蛮喜欢的吧 所以看起来 它很轻 就啦 我觉得它 feel起来会有一点点cheap but 我觉得你穿起来 就还有那个美观啦 它是这样子的 就你可以扣高一点啦 如果你要像这种比较choker的那种 脸吧 我是蛮喜欢它的这个look啦 就你要搭配那种比较 就黑白色的那种衣服 我觉得会比较衬这一个吧 ok然后第二个项链呢 ok这个第二个项链呢 它是有 那个那种initial的 就我的 我是Jorana 所以就有一个J 然后它就是这样子的 那种layering 这样子的 就很有质感 它是这样子 就 不容易看得清楚 就那一光 它是 嗯 金色的啦 如果它是layering的necklace 就它从前面有一个J 这样子 然后有一个星星 然后它就这样子 戴起来 就我觉得蛮好看的 ok然后这个layering的链呢 我觉得你要搭配那种 白色的一味更好看啦 我现在就 试给你看吧 它是这样子的 就它有这种 嗯 layering有一个J在前面 就我这是蛮喜欢的 然后就 yeah 就我觉得还蛮不错了吧 就如果你搭配那种白色 会更好看 然后就会突出这个 嗯 金色的layering necklace 然后最后一个 啊 accessory 我有的是一个这样子的 东西 它是一套 它是不同颜色 又是黑色 然后它这种是给你戴在头上的那种 啊 就头饰吧 就这种这样子的东西 它是那种satin material 薄薄的 然后它这里是有塑胶的这样子 然后它其他两个颜色是这样子 一个gold color 然后一个是beige 这样子 然后 就觉得 则是会 提升你的outfit 就你搭配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a few moments later ok took me like forever 但是它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戴在头上了 还有这种两个不同颜色啊 就我觉得 就要啦 就加一点东西 在你的头上有时候 你不想要戴hairband 什么 你可以就elevate your look with 这种这样子的东西 就我觉得 这三个颜色 都蛮不错吧 然后就要刚好 都是我喜欢的这种颜色了 我觉得 蛮ok吧 谢谢大家观看 然后我今天的这个 许音开箱就到此为止 然后我希望你们有 enjoy今天的视频 然后就要我今天真的是 买的超多东西 然后我很多的超满意的 然后就final thoughts 我觉得许音就 有一点像是另外一个淘宝的版本啦 然后我就自己觉得 它的网站呢 跟它的app呢 有很多很多不同 然后很unique的这种版型的衣服 就如果你是喜欢 然后想去try这种衣服 我会recommend你去try啦 然后我就觉得 呀它大多数质量蛮不错 尤其是它的邮费 不是邮费 就它的shipping 它寄过来超级快 就少过一个星期 或者是一个星期左右 这样子就快过淘宝啦 我觉得 然后就 呀就有时候它有给超超多的voucher 然后就 有时候你的 overall你的cost 会便宜一点 然后我就自己觉得 蛮满意的把这次的购物经验 然后就呀我 definitely会再寻 就下一次我还会再 回购啦 就再寻 然后就 呀我希望你们 喜欢这次的video 如果你有喜欢的话 记得like哦 你要的话可以subscribe哦 就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bye by bwd6